嗨,我是那一位 我们经常都在说 每个人的个性如何如何如何 让你们知道 个性是怎么来的吗? 哼,像我这种天生优质的个性 当然是精英影响咯 不 这一切是来自于未知的神秘力量 在我们诞生之前 未知的神秘力量就已经帮我们决定好了 每一个人的个性 嗯,以脑科学的角度来看 个性的养成是决定于大脑的选择 什么? 什么? 在前一集我们学到 人类在出生时 我们的大脑是半成品 并去由社会经验调整神经网路 而当我们两岁时 脑内的神经连接会达到高峰 拥有超过100兆个神经连接 哇,这么多 那每个都会用到吗? 你说到重点了 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 所以道能会开始进行 修剪 成长的过程中 有50%的神经连接会被剪掉 而保留下来的连接 则会越来越强壮 我们可以说大脑的选择 决定了你的个性 那基因影响呢? 基因决定的是神经连接的方式 后天经验则决定了神经连接的密度 也就是神经连接是否茂盛 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后天的经验 对耶 如果一个人的个性 是基因或者是神秘力量来决定 无法改变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看见 人们透过培养 还有受到环境所影响 从乐观变成悲观的例子 还有 从猪暴像我一样 转变成文青气息的例子 解除不存在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nia 的小编 我是Sonia的小编 今天很开心 跟Sonia还有Sonia的小编 一起到 中华拍影片 要看我们另外一个 和拍的影片可以到Sonia的频道 看烦恼妹到张浩云云的疗伤之旅 没错没错 如果呢 你对关怀狗狗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去看Sonia的频道 其实它是一个很关心小狗的 那个 是人事吗 是人事吗 是 是 是关心哦对爱狗的人 会不会太通用 会不业的一点 会关心哦对 的人类也可以 对 对的人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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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